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善知识法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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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说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难白佛 不能志愿者 李宗盛 此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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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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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大海里 探出头一次 他探出的 他探出来的这一项 能遇到这个木板 而且穿过上面那个洞的几率 基本上 只能徐 这个 convinced 呀 利宗盛 基本上可以说小 without a lot of things together 啊 而我们能够 能够得到 之付人生的几率 比这个还要小 三百年 忍 target 而且在后面写道 我稀闻有一小儿 经中说 盲归直伏目孔 其事胜难 识此小儿 故穿一板 坐孔寿头 至着持终 自入持终 低头举头 欲望入孔 水飘板固 不可得止 既自思维 极生厌恶 人生难得 佛以大海为遇 伏目孔小 盲归无眼 百年一出 于难可止 我今迟晓 其板孔大 富有良眼 日白出头 又不能止 旷比盲归 而当得知 马明菩萨听说 曾经有个小孩 听了盲归的故事之后 就自己找了一块木板 打了个洞 扔到池塘里 然后自己跳进去 想要试试 能不能坐到 在水里 从木孔中 钻出来 结果无论他怎么试 都根本做不到 因为水的流动 会让 木板一直飘走 于是他就想 佛用大海做比喻 而我呢 尺子小 木孔大 还有两只眼睛盯着木板 这样都穿不过去 更何况是一只盲归 在茫茫大海上 百年才出一次头 这怎么可能做得到 所以呢 人生实在是太难得了 在藏文甘约尔里面的 南驼出家经当中 也有一个比喻 拿一根针 把针孔朝上 然后呢 扔一把戒子 如果有戒子 能正好 掉进真孔里 这个几率 就是能够获得 想满人生的几率 另外呢 在提味经中 也有这样的一个比喻 如有一人 在须敏身上 以先履下之 一人在下持真银之 一个人在山脚下拿着针接印 他们两人中间呢 狂风乱作 那么得到人生的几率 比在狂风中 丝线刚好吹进真孔的几率还要小 这个比喻如果换作现在 就好比从 就好比从九木郎吗 山顶 往山下扔丝蟹 狂风到大作的时候呢 能不能吹到山下八千多米之外的真孔里 基本上可以说是 几率差不多为零 所以说 狭满人生 比这个还要难得 不仅佛陀讲过很多比喻 后来有很多高僧大德 也都试着告诉我们 狭满人生 有多么不可思议 一次波多瓦大师在讲法的时候 是这么来形容的 比如现在我们面前 有一只小虫子 从地里钻出来 然后向我们合掌 念了一声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会不会觉得特别神奇 简直不可思议 同样的 我们在三恶道里面 辗转流荡了 很久很久之后 现在终于有机会得到了狭满人生 而且还能够修持佛法 此情此景 比那只小虫子合掌念佛 还更让人难以置信 那讲了这么多比喻 目的是想告诉大家 如果能够站在一个更全面 更加深刻的角度去看问题 也许我们就不难发现 生而为人 获得狭满人生 又能成为一名佛法修行者 是一件多么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生命TV 生生不息 接下来请收看 菩提如是说 快乐由心出发 快乐其实并不简单 无论物质生活多么富足 并不表示快乐会从天而降 功成为旧 凡事无意 也不能保证你一定会快乐 你应该了解 快乐不是肤浅的感觉 它是你需要严肃看待的问题 一般人总是认为快乐是一种感觉 是好事降临后的产品 而我们对自己的情绪是无法阻碍的 我们往往被情绪主导生活品质 快乐与否应该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 其实快乐必须经由努力经营 下苦功和累积智慧才能得到 我们生命中每一件美好的事物 都是心情耕耘换来的 快乐也无例外 渴求快乐是人类最特殊的特色之一 人是一种会希望的动物 会趋吉必修 希望保足安等 这些都是人类活着的目标 快乐不单纯是利己 同时也是利己的 因为快乐不只是个人事 在一个家庭内 没有人喜欢和中日不快乐的人 朝夕相处 所以对其他的家庭成员而言 快乐还是一种道德经验 我们有义务仅最大的努力 活出快乐 使我们的生活伴侣也获得快乐 很多人都在愁眉苦脸点过日子 一心期待好事将会 其实我们正确的态度应该是 只要没有坏事发生 每个人都应该欢欢喜喜地过每一天 只要踏上人生这趟旅程 每个人都会惊艳一连串 令人感伤的必要的时务 世间无常 我们应该坦然接受 生命必有失落这件事事 即使你过得好到不能再好 你还是会经历自己 和亲朋好友的生老病死 以及许多割舍不下的情感 我们对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件 都未尽满意 原因是人性的态度所致 那也是达到快乐的最大障碍 不管我们本性欲求的是爱情 金钱 人生 或是享乐 都无法达到完全的满足 面对不快乐的难题 绝对不要偷懒 不要挑容易的方法让自己脱身 因为容易脱身的方法 经常都是错误的方法 比如说个小谎 就能轻易地把难堪的场面 搪塞过去 我们总以为别人的日子 过得比自己好 老是把自己和那些想象中 比我们快乐的人想必 于是就变得很不快乐 很多人都会羡慕电影明星 拥有的残酷和人生 以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他们的确拥有世界上第一流的享乐 但从他们的传记可以看出 名 利 享乐 并不是把人带往快乐的途径 他们其实过着比一般读者 还不快乐的生活 少数艺人甚至必须靠酗酒和毒品 来麻醉自己 可见他们的日子过得多么不快乐 一旦停止意测别人 过得比自己更快乐 我们的生活就会摆脱许多养力 变得更快乐 人类自我之为 不让自己快乐的一个方法是 看着美丽的图画时 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画里 有着细微缺陷的部分 我们往往注意着别人的缺点 而忽略了有点 专注于某项缺憾 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说 其实是值得鼓励的事 但是 我们对于一个精雕细琢的宫殿设计 可以要求完美 对于生命却不行 一个人的生命里 永远会有缺憾的存在 即使没有任何缺憾 我们也会想象自己的生命 应该比目前的状况 过得更好 然后就会相信 的确有什么东西失落 所谓缺憾症候群就是 一个兔子 总是看到别人头上的头发 一个不孕的妇女 总是看到满街的孕妇和姻姆 人的本性 总是驱使我们 对缺憾非常在意 认为它是生命里 最大的遗憾 而让它成为生命中 无法超越的障碍 最终使快乐与自己绝缘 我们要感谢拥有的 而不要去在乎 你失去的 我们要拒绝缺憾症候群 不要与虚幻的对象 我们要转换看事物的角度 换个角度 你就会看到世界的光明面 动物的生命 不需要任何意义 人的生命 却需要意义和目的的指引 死二者 是达到快乐的必备要素 也是人类独一无二的特征 人生的意义 可以来自对工作的热情 照顾子女或父母的责任感 对宗教的前程 一种特殊的嗜好 或完成崇高的各种时刻 成功会带来快乐 但成功只能带来战胜快乐 如果一个人把成功和快乐 画上了套 他就会一次又一次地 追求更大的成功 最后 这种无止境的追求 也就使他越来越快乐 金钱也能带来快乐 如果你能善用金钱 来充实你的生活的话 金钱能使你拥有一个装潢优雅的家 能供寄子女就读较好的学校 也能使你到世界各地去旅游 但如果一个人把金钱和快乐 画上的靠 纯粹为了金钱而追逐金钱 那就会在得到了千万之后 还要去追求地管 这种永无止境的追求 不但使一个人牺牲了快乐 最后还会带来毁灭 快乐的灭绝是感恩 快乐的人多半是心存感激的人 不懂得感激 而经常抱怨的人 通常不会快乐 因为抱怨就是导致不快乐的主要原因 追求美满人生 是人类高尚的目标 需要极高的智慧 它是对意志力和自制力的严密考验 快乐和自制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每次有所收获 都是配合自制的结果 出身寒伟的富豪 都有一个共同特色 自制是他们的成功之用 自制带来自由 而自由是达到快乐的另一要素 很多人误以为自由是为所欲为 屈从身体 屈从于身体的欲望 绝非真正自由 过后就会更多自由 也就更不快乐 快乐来自内心 而非万计 别人可以加强我们的快乐 但不能让我们快乐 喜事与成就 也只能锦上添花 想获得快乐 必须致力于改变内心 改变内心的方法 是倾听自己的感觉 改变自己的想法和行为 快乐 快乐就是生活方式 了解快乐是找不到的 求不得的 它就是你自己 若你内心快乐 所到之处 快乐随之 则你的每一项活动 都充满快乐 你与快乐之间 不凡彼此 就好比以菩提心 做每一件事 怀着善心而做的行为 从不会是不善 只会是善 自然会感到安详 愉悦 快乐就在其中 快乐不是单单一个人的事 而是有互依互存的本质 如果你能使一个朋友微笑 他的微笑也将激论你 但是大部分的人 都认为快乐是未来之事 不能让快乐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若能让快乐与自己化为一体 以便永远拥有快乐 即使厄运营头也不在乎 因为你了解 有障碍便有突破的机会 心中有爱的人 便是生活在快乐的世界里 不快乐的人 则生活在另一个世界 什么事情都让他不满 其实 世界只有一个 只是两种人的看法不同而已 我们能真正做到的是把握现在 越能想通这一点 越会发现 自己与快乐密不可分 我们付出合作与安心 别人也会以同样的心情回报 这就是生命的反作与安心 你散播快乐 快乐会回到你身边 你散播忧愁 忧愁也同样归足于你 所以 不快乐的人应自问 为什么我选择让自己不快乐 而不是问 为什么世界这样让我不快乐 所有的不快乐都来自错误的思想 我该了解快乐就在我内心 而不是万能的 我们要拥有真正的快乐 就需要有平静的心 而心的平静 只能从有悲心的爱度之起 你认为我来到你身边 所以我给你个人 是有温暖的 想法 如果他们在温暖的 也有什么 幸福 我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义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额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华博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护名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 03-989-8787 03-989-8787 美国医学协会期刊也曾报道 在97%的心脏病中 有90%可透过吃素来预防 由以上所举的例子 我们可以知道 食肉确实会对健康造成严重的伤害 所以生命电视台积极提倡素食 推动素食运动确实是必要的 当然 素食也不是佛教徒的特权 基督教的经典中也常提到 身为神的子女应该要如素等观念 例如 苦修教派的和平福音中就写到这样的句子 我确实地告知于你 任何犯下杀生 自杀 或是吃了被杀动物血肉的人们 都将吞食死亡之躯 创世纪第九章四节也说 有着生命的肉体 也就是有血液流动的肉体 是不该拿来食用的 会推动素食运动进化社会 请护持救护生命的电视台 护持正号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您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波罗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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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